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藏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蒙狗DB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文档的更新 是的 咱们到上期为止 我一直都给您讲 如何取出文档 Find的对不对 今天是个新知识 咱们如何的更新文档 好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首先说 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update方法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方法里面 有三个参数 什么意思 咱们一个个看 Filter 什么意思 过滤器 威尔文 对吧 就是我更新数据时 要用什么威尔文 在这地方写 第二个 是更新自断的详细 比如说 我更新哪些个自断 我该怎么更新 比如说我加一 还是加五 还是怎么更新 在这地方进行设置 第三 还有option 这是什么意思 咱们在更新时 可以细微的去定制更新的行为 比如说 我更新时 没有数据怎么办 是不是要insert 比如说我更新时 是更新一条数据 还是更新多条数据 等等 多如牛毛的选项 在这地方可以设置 然后 因为这个update方法 非常的复杂 所以说 我把这个官方网址 给您贴出来 这官方的文档 有兴趣 朋友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写的非常的详细 如果您对于这个update 想做到精通的话 我希望您能够读一下 这个网页 虽然是英文 但是写的非常好 好 那么咱们看一下 今天的实战 今天实战 其实不难 咱们一起看 首先说 进入mongodb的控制台模式 然后切换到koma blog 咱们先执行一行select语句 还换一下select 就find语句 find one 取出一个怪物猎人的文档 没问题吧 能出来吧 取完之后 咱们看 该更新了 怎么更新 db 然后跟一个collection名 然后用这个update方法 这方法里面的第一个参数 指明一下 为了条件 我更新标题是怪物猎人的 这篇文章 该怎么更新 大家注意看 这有一个新的知识 set 学过这个sql朋友都知道 咱们在更新表的这个字段时候 要set 然后某个字段 等于什么新值 对不对 mongodb也是一样 需要一个dollar set set谁 后面还要再加一个括号 这是Jason中 talkJason 什么意思 我set lunk 这个字段 等于10 以前可能是2 可能是5 没关系 咱们用这行语句 让它变成10 换句话说 咱们执行完这个语句之后 怪物猎人的这篇文档的排名 由以前的数值2 变成现在的10 一会咱们可以测试 然后咱们检索出来 看一下是不是已经更新掉了 OK 更新完之后 咱们再执行一遍update语句 注意 这行语句和上面这个语句 有什么区别 大家能看出区别来吗 对 没有这个set 我第二行是更新lunk这个字段 我要严格的指名set 那么如果我是没加set 该怎么办 一会咱们可以试一下 看看mongodb给咱们提供一种什么匪夷所思的行为 好 一会咱们去试一下 接下来 接下来大家看有意思了 我更新tag等于it的所有的文档 对吧 tag等于it它不是一条文档吗 如果说咱们学习这个sql都知道 咱们输入一个这个条件文 卫尔文 可能会抽出来多条 那么呢 这个在sql里面 它会给咱们同时更新所有的文档 mongodb呢 不是 mongodb咱们呢 抽出tag等于it的文档 我记得 我的数据库中应该有两条等于it的文档 然后咱们设上set lunk等于50 一会咱们看一下实际的结果 但是我现在把结果告诉你啊 当咱们没有加任何的option选项的时候呢 它仅仅更新第一条文档 虽然你就写了update 这个在咱们学这个sql理所当然嘛 我指定你卫尔文 指定一个字段 肯定是全更新 不 mongodb不一样 它只更新第一个文档 一会咱们实际看一下 那怎么一下更新所有的满足条件的文档呢 就下面这句啊 大家请看 tag等于it 至少是两条 然后呢 lunk等于50 这个我别50了 一会为了编义区分 让它等于60 没问题吧 大家注意看 这是第三个参数用上楼 就这个 第三个参数 option 等于什么 大家注意看 multi等于处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要做多条文档的更新 一定要明确指定 它才会更新多条 这mongodb特殊的地方 请大家注意 咱们更新完之后 再看一下结果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这个命令执行的计划 应该不是很难 但是是个新知识 请您跟我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马上开始 这是控制台模式 我先把它清空一下 然后第一步 使用咱们的数据库 没问题 然后 大家注意 我是翻的one 不是翻的 是翻的one 它只出一条 够 出来了吧 这不 浪口等于二 固要猎人这个文档的排名是第二名 没问题吧 好 那咱们用第三行语句 让固要猎人这个文档的浪口等于十 试想 够 好 更新完之后 咱们再用刚才的翻的one 看一下 大家怎么看 咱看怎么样 是变成十了吧 没有问题 OK 接下来 匪夷所思的事有了 我 再更新一下 让浪口等于99 但是注意 我不加这个set关键字 看它怎么做 试想 够 很危险 够 好 做完之后 咱们再翻的看一下 哦 大家注意 没有了 我的文档去哪了 郭小连这个文档去哪了 没有了 那怎么办 咱们用这个 用这个翻的 直接看一下 大家看 天哪 多了一个这个文档 只有浪口等于99 其他资论都不在了 这就是刚才咱们这行语句 非常危险的 这行语句的 效果 什么意思 就是说 稍等 我把 我把这个再给他加一个 我再给他加一个 咱们执行完之后 需要看一下 什么意思 就换句话说 咱们抽出了标题 等于怪物猎人的这个文档 然后把这个文档中 除ID字段以外的字段 通通删掉 变成这个新文档 但是呢 这个新文档中呢 只有浪口这么一个字段 大家能听明白 能听明白没有 以前文档中呢 有好多的字段 对不对 通过咱们这个语句 变成了一个新的文档 除ID之外的新文档 这个文档中呢 只有浪口一个字段 很危险 非常危险 所以说呢 咱们要更新某一个字段 时候千万记住 要加上这个Site 这是蒙古DB的特性 它不是bug 是它的特性 请您记住 好 咱们再试试更新多文档 首先说 咱们呢 还是把目前的所有的数据 犯的出来 我清评一下 犯的出来 大家看啊 我要更新 Tag 等于IT的 大家看 有两个 对吧 一个是那个Uban2 一个是Ruby 这两个文档呢 我要把它的Lunk进行更新 现在呢 一个是3 一个是7 没问题吧 好 咱们试试啊 我执行这语句 Tag等于IT 然后呢 把这个Lunk设成50 没有问题吧 试一下啊 够 好 咱们再看一下文档 大家注意 上面这个 Tag等于IT的 Lunk等于50 成功的设置 更新成功 但下面呢 大家请看 没边吗 对不对 刚才IT 这个TagIT 是7 现在Lunk 还是7 对吧 这就是我刚跟您说的 它这个 Update语句 它只更新 所有数据里面 数据集里面的 第一条 那如何全部更新 要加上这个Multi 等于Tru 要用的Option 好 咱们试一下 我把这样语句 拷飞过来 然后呢 让所有的这个Lunk 等于60 咱们看一下 再更新 Go 好 咱们加了Multi 等于Tru 大家请看 影响的结果级 刚才是一条 现在呢 两条了吗 对不对 说明更新对了 好 咱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更新对了 Go 请看 Lunk等于60 然后呢 Tag等于IT 下面是Lunk等于60 Tag等于IT 这样就完成了 和咱们SQL语中 一模一样的 Update的处理 这是MongoDB的特性 不是它的bug 您要想活用MongoDB呢 就请您先理解 它的特性 就好了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 分享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您听了没有 今天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心中国 今天的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 优酷 供您观看 推荐您的使用YouTube 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咱们下个视频